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淡海轻轨新北市政府新闻局与新北捷运公司联手推出结合吉米公共艺术作品与轻轨相关知识的实境解谜游戏 淡海轻轨将摇摄一遍成为实境解谜活动的场地 淡海轻轨邀请大家一起跟着吉米来解谜新北捷运公司表述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淡海轻轨新北市新闻局与新北捷运公司联手推出 吉米公共艺术作品与轻轨相关知识的搭轻轨游淡水 跟着吉米去解谜的实境解谜游戏 吉日起到4月9号为止淡海轻轨将摇身一遍成为实境解谜的活动场地 在这段期间从吉日起到3月24号截止 那只要各位旅客来这边玩拍照 在这个六个站任何一个关卡拍照上传到新北市政府 我的新北市政府网页 Fbook里面Facebook里面那个网页 那就可以有机会会抽奖抽到我们淡海轻轨周边的一个商品 民众可以透过手机免费下载泵世界的APP 再从里面去点选搭轻轨游淡水 跟着吉米去解谜就可以一边搭成轻轨 欣赏风景而一边与吉米为淡海轻轨设计的艺术装置 来做解谜互动 沉浸于充满奇幻与童趣的故事当中 而新北街园公司表示想要体验实境游戏的玩家可以搭配购买 淡海轻轨一日票在营兵时间内不限次数搭乘 在4月30号前原价50元的一日票优待为40元 解谜游戏结束后玩家还可以利用一日票 逐站参观吉米公共艺术拍照打卡 另外因为我们总共有设六个站 那六个站都有关卡 那我们是建议各位听众如果 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来这边玩的话 可以买一日票 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 当天都可以搭 这样子的话对于各位观众来讲 会比较滑得来 那我们一日票原售价是50块 那现在开始有优惠 40块就可以买一张一日票 会让各位观众来这边使用一日票 来玩这个虚拟实境的游戏 在3月24号前 只要来到淡海轻轨 进行实境的解谜游戏 在我的新北市脸书粉丝团 上传指定照片 就有机会获得包含 几米草地的幻想床包 抱准淡海轻轨模型车 等丰富的淡海轻轨周边商品 而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实境解谜游戏除了可以增加 旅客搭乘淡海轻轨的乐趣 更可以借由游戏内容宣传 淡海轻轨相关搭乘之绪 教育娱乐一举两得 记者许多安一 带出讨论报道